牛肉麵和牛肉湯 牛肉麵和牛肉湯是外國人去到台灣必食的特色美食之一 台灣的食牛文化源於多重文化的融合 早期荷蘭人引入牛隻來幫助農民耕田 牛成為它的得力助手 隨著時代變遷和西方觀念的影響 台灣人食牛肉的習慣亦亦普及 現在牛肉料理已經成為台灣飲食文化中不可滑缺的一部分 荷蘭統治台灣的時期是在1624年到1662年 在此之前 漢人在台灣並沒有明確的定義 為了有效統治 荷蘭人迫切地需要努力來開墾 所以他們在適合漢人移民的地方建立了環境 這種共透殖民的方式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 亞洲基地印尼亞加達和台灣都有出現 在商戶影響之下 飲食文化之間自然而然進行了交流和融合 在開墾土地的過程中 台灣人在澎湖、漿州和印度等地引進了黃牛 從而發展出水稻、蔗糖等作物的大規模生產 當這些作物成熟後 荷蘭人展開了進出口貿易 他們將稻米、蔗糖和綠皮等的產品出口到日本和中國 同時都引進了碗豆、番茄等的作物在台灣種植 在明清時期 所有成為農民的重要助手 另外,清朝的律令 對於獅子採殺家中的牛隻或馬匹有嚴格的規定 也規定了懲罰措施 比如說獅子採殺自家牛隻或馬匹獎一百 所以也很難看到有人採殺牛隻 即使如此 官方的規定也不能完全阻止牛隻被採殺的情況 當牛隻練到無力耕田的時候 很多農民都在生活困頓、經濟困難的情況之下 仍然會痛心地將牛隻賣給屠夫 以換取一些財富 屠夫就會透過買賣牛隻所得的牛油、牛皮等物資進行地下交易 這種地下交易成為當時的一種常見現象 雖然官方試圖限制施視阻殺牛隻的行為 但由於農民的生計困境和屠夫的需求 也都令到這種交易永遠存在 在當時的社會中 牛隻是農民的生活依靠 也都是他們攜手合作的重要夥伴 這兩股力量相互牽扯 形成了一種微妙的關係 所以在當時都流傳了很多關於牛的傳聞 比如說牛是有靈性 當他們被簽字市場販賣的時候也會流淚 或者是吃牛肉會帶來握運等等 這些傳聞的目的是在於提醒大家不要忘記牛所扮演的角色 也都不會為了個人的利益而犧牲一些同伴 發現了牛在農業社會中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即是一致時期 台灣就逐漸由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 同時也都隨著名字為新的推動 日本人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 亦都改變了台灣的飲食習慣 包括對於牛肉的看法 日本統治台灣長達50年 在這段時間對於台灣的社會 經濟和文化都有深遠的影響 在明治維生之後 日本天王派遣人員出國考察歐洲各國的強性原因 其中一個結論就是讓人吃牛肉可以增強身體健康 所以天王在1871年就開始鼓勵全民飲用牛奶 第二年甚至開始食用牛肉 在這一個之前 日本人幾乎不食禽粗更加不用說牛肉 但隨著這項的改變 食牛肉逐漸成為日本文明的象徵 日本人亦都鼓勵台灣人學習食牛肉 但當時牛肉供應有限 多數都是被士生階級去消費 台灣人模仿日本知識分子的方式 以牛肉鍋的方式去攀飲去食用牛肉 之後隨著異戰之後潮山移民的到來 台灣人隱藏了以牛肉為主的沙茶菜牛 並在台南地區形成了獨特的飲食風情 這些歷史背景和文化交流對於台灣的飲食產生了影響 由不食牛肉都逐漸接受並加以創新 牛肉成為了台灣飲食文化入面的一部分 這樣的變遷也展示了不同時期的社會 及文化脈絡對於飲食習慣的影響 在民國政府時期 農具機械化的浪潮開始改變台灣的農業景觀 傳統水牛耕作亦都逐漸減少 在這個時候 政府都注意到民眾對牛肉的需求越來越高 所以在民國61年開始 政府設立了肉牛專業區 專門去培育供應牛肉的牛隻 之後在民國63年 政府開放了牛肉的進口 去到滿足民眾對於牛肉的需求 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推進和牛肉供應的增加 台灣亦都逐漸游過去沒有吃過牛肉 亦都沒有見過牛酒路的情況 轉變為民眾不單止吃過牛肉 但亦都沒有看過牛酒路的現代狀況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台灣的牛肉料理成為了受歡迎的美食選擇之一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牛肉麵 台灣的牛肉麵是由外省老兵 因為思念家鄉而創造出來的料理 著著生活品質的提升 牛肉麵的用料亦都越來越廣告 由湯底的熬製材料 麵條的手藝 去到牛肉部位的選擇 就算是平民小食 台灣的牛肉麵亦都出現過 日本要價一萬元的定級版本 這些不同的牛肉麵風格亦都展現了台灣飲食文化的多樣性和融合性 村味紅燒牛肉麵是由來台灣的外省所發明 他們懷念家鄉的味道 將辣豆瓣和香料加入湯底熬製 形成了鹹香大了定辣味的村味牛肉麵 另一種蘭州牛肉麵就是來自中國甘肅省的蘭州 它視為中國牛肉麵的發源地 蘭州牛肉麵的特色在於麵條的製作和配料的多樣性 它的麵條也符合一青、二白、三六、四紅、五黃的風格 台灣的飲食文化相當多元 牛肉麵作為其中一個代表 展現了台灣獨特的美食風貌 這道料理已經成為台灣最知名的牛肉料理之一 不單具有紅燒和清燉兩大口味風格 也融合了村味紅燒牛肉麵和蘭州牛肉麵的傳統特色 隨著牛肉供應的增加和台灣民眾對牛肉的接觸機會增多 牛肉麵成為了台灣人最喜歡的美食之一 亦展現了台灣飲食文化的多樣性和演練 台灣的牛肉麵不單是一道美味的料理 更是台灣人對家鄉味道的思念和創造力的體驗 無論是村味紅色牛肉麵還是蘭州牛肉麵 亦都在台灣的美食版圖上佔據最重要的地位 所以當你有機會去台灣的時候 亦都不要忘記要品嘗正宗的台灣牛肉麵 會令你的未來享受一場難忘的台灣美食之旅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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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